我是收两位弟子 刚才主持人讲的 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 实际上就是传承的关系 就是传道 授业 解惑 这两位非常优秀杰素的年轻人 给我的感觉让我感觉很震撼 他们不只是才华横溢 大家看看这两个美男女 他们真是有才华 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因为我是搞中国说话艺术的 他们对说话艺术 那种求学的精神 那种修养 让我们惊讶 后生真是可爱的 一个新的时代也开始了 我呢 今年七岁八十 看不出来啊 对啊 对啊 我是七岁八十 四四年初生 全星师父这么夸赞你 子子个要拜师 你内心有什么想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别多说了好不好 我怕多说了 师父反悔了 交给凯哥了 我看凯哥已经写了词 我俩一起共同写了 我特别紧张 我代表 拜师师父师父为师为父 这就是家人样的存在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举行一个非常传统的拜师环节了 给师父行三叩手礼 一叩手 二叩手 三叩手 好 请弟子起身 为师父敬茶 没错 师父喝过改口茶 重新以后要改口崔柔卓大师为师父 那接下来呢 崔柔卓大师 你们的师父 也准备了一顿信物赠予二位 来 有请工作人员成长 今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大看眼界 崔柔卓先生的纸墨艺术 在行业内独树一帜 所以今天 这是师父对两位爱徒的阴影嘱托 先生 您要说一句吗 在 中国 书法史上 纸墨传书 是我的原创 今天 我给两位弟子 写了几句话 然后还有一幅对子 大家看啊 夜惊于琴 荒于险 形成于丝 毁于水 嗯 看文字 大家一看 就都理解了 人满里程 我刚刚给师父准备礼物了呢 哦 我们来看一看这份惊喜 来看两位爱陀 给师父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份惊喜礼物啊 来吧 去这里吗 现在坐了 几八颗 好期待啊 你来吧 来吧 一个108颗的珠链是走过很多寺庙了 凯哥送了很多惊了 108颗也希望 师父 恩师 健健康康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相信师父也能感受到二两位爱徒的一份诚意啊 也祝我们的崔先生健康长寿 好 那此时此刻终于可以宣布了 王洪全新先生的拜师村主大师仪式 圆满礼成 掌声众诚 好 谢谢大家